大家好 我是Spark 究竟手套股在马来西亚 真的是很火热 就连外国的媒体都关注到监视 说这些手套股的上涨 还赢过特斯拉 听到这个 你是不是想知道 现在买手套股 是不是最佳的买进时机 吃的话就留言 我想知道 所以今天 我想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投资手套股 赚了300%的故事 我们说手套股涨了很多 那到底是涨了多少呢 像是TopGlove这家公司 就涨了440%左右 然后Supermax这家公司 就真的是疯狂的上涨 在今年涨了1,150%左右 赢过了今年大涨270%的特斯拉 那从这波的手套股上涨中呢 我本身就因此赚了300% 不过这个机缘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我手套股赚300% 不是今年大涨的时候买入的 而是我在上一波 我刚刚开始学投资股票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炒手套股的时候买的 你们猜 那个是多久以前 是2015年 5年前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是用 0.875的价格买入 一开始是有赚一点 可是过后就被套牢了 然后我也忘记了它的存在 然后最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才发现 诶 原来我有这个股票户口 然后我的这个股票户口里面 还有股票 里面还有一只手套股 现在赚了300% 这就是我投资手套股 赚300%的故事 各位有厉害吗 一点都没有好吗 想起来还有一点好笑 有一点因祸得福的感觉 忽然间就赚了300% 那这次手套股大涨的这一波 我又没有再买进呢 答案是没有 那你们是不是好奇 为什么那么好的这一波上涨 我没有买入呢 我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我经常都跟大家说的 不投资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为什么 风险高 给大家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设计师 你是一个汽油能源工程师 我们两个同时买入同一只汽油股 请问谁的风险更高 当然是我的风险更高 因为如果这个汽油股涨的话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涨 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跌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卖 就这样子的放着 可是如果今天 我跟你买入的是像Adobe这样子的软件公司 谁的风险更高 肯定是你的风险更高 因为你不熟嘛 我的话我就会知道 Adobe这家公司的软件好不好用 未来销量会怎样 跌的话可能还会买入更多 大部分的人投资股票亏钱 都是在自己不清不楚的情况下 买入股票 然后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涨 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卖 跌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跌 就想到说等涨回来的时候再卖掉 结果就一直这样的抱着长期持有 这个也是我在5年前刚刚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 遇到的情景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 大家都在炒手套股 那个时候手套有一波的涨势 我的朋友就介绍我说买手套股好 我就听咯 我就跟着买入 然后买入Rubber Rex这支股票 那为什么不是买Top Glove 不是买Supermax 不要问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 5年前我的朋友跟我说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一开始有赚一点 就看到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赚了10多% 就很开心觉得自己很厉害 可是那个时候 我是不知道它为什么涨的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卖 结果在过一两个星期过后 它就跌下来了 还亏一点点 这个时候我怎么想的 就想说 下跌只是一架子罢了 一定会涨回来的 涨回来过后我再卖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这个自信 有自信说出这支股票会涨的这句话 因为根本一点基础知识都没有嘛 然后就如大家所看到的 这支股票在那次之后 就 就没有了 就一直的下跌 然后我也就忘记了它的存在 所以 自从那次过后 我就有深深的体会 不熟悉的东西 不要碰 你连错过都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因为如果在买入的时候 没有一个策略的话 对我来说 基本上就跟把钱丢进大海是没有两样的 买入之后就是这样子一直的放着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卖 真的是你连错过都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这个是我跟我的偶像巴菲特的身上学的 想当年90年代的时候 就有一股的科技潮 那个时候互联网时代刚刚崛起 科技股就一直不断的涨 很多的投资者也跟着买入科技股 很多买入科技股的基金经理 在那几年的投资表现很好 唯独我们的巴菲特没有买 那几年他的投资表现就相对的差 就因为科技股的东西他不熟 他没有买 结果2000年 互联网泡沫爆发的时候 股市大跌40% 很多人的财富就大缩水 结果他没事 还趁敌大举买入了一把 投资表现就赢过了很多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 投资我们不要去看短期的结果 很多时候短期赚钱是运气 长期能赚钱那个才是实力 就好像加密货币在2018年的大涨一样 很多人因为买入加密货币 而赚了百倍的回酬 也有很多人因为买入而亏了 百分之七十的资金 到现在都可能还不知道要不要卖 这个也是为什么 在这样大涨的情况下 我也不买入手套股 不是因为买手套股不能赚钱 而是因为我不输所以我不碰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问了 投资手套股真的是可以赚钱的啦 对吗 当然是可以 可是就需要一定的策略 这个策略叫做趋势投资 就是要乘胜追忌跟着趋势走 需要培养的技能就是 在趋势发生前看到这个趋势的发生 也就是预测趋势 要预测的话就需要一定的经验跟观察力 我个人认为 新人使用这个策略的话风险会比较高一点 给大家一个例子 马来西亚的股市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假设一家奶茶店 每年稳稳都赚10万块钱 然后我们也预计 它过后10年都一样 每年都是赚10万块钱 这种公司我们会用多少钱来买入 一般上可能是100万或者是以下 因为100万买的话 每年大概可以有一个10%的回酬 那忽然在第二年的时候 这家奶茶店刚好搭上了趋势 奶茶凤从台湾 追到了马来西亚这里来 大家人手多一杯 结果就导致第二年的业绩 暴涨 从赚10万块一年 忽然间变成赚50块一年 这个时候 这家公司值多少钱 如果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是看这家公司的现金流的 我们就会看说 这个奶茶凤是一个短暂的趋势 今年赚50万 可能明年就会恢复正常的水平 回到一年赚10万 所以值多少钱 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多赚了40万 分担成10年 一年就多赚一个4万块 就差不多一年是赚14万 所以最多是会用一个140万来买 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再高就不值得了 这个是价值投资的角度 但是今天如果是趋势投资 就不一样了 在马来西亚是这个样子的 这家公司本来是赚10万块的时候 是价值100万的 今年赚50万 所以公司价值肯定是高过100万 是多少呢 业绩暴涨400% 那股价当然也要涨400%啦 没有400%也要有200%啦 对吗 所以买 结果你买 我买 大家买 原本100万的公司 就涨到变成200万 再炒就变300万 涨到多少是没有人知道的 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因为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啦 看的就是有没有人要炒咯 所以这个就要很有经验 懂得观察市场 也就是知道说 大户什么时候要走 在涨之前的时候就买入 然后在大户走之前就卖掉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有点难啦 不是我的作风 我觉得太花时间了 要天天去盯着股市看 去观察股市的情绪怎么样 就好像现在我发现 我有这个手套股在我的手上 我就会不时不时去看 今天股价多少钱 因为要看什么时候卖嘛 这个跟我平时的投资策略 是完全的不一样 我投资是最不喜欢花时间 在看股价的走动的 因为看再多 这个股价都不会因为我多看它而涨 我喜欢的是把我的时间花在赚钱 然后赚到钱的时候就去分析 然后找到几支赚钱的股票 算出它的合理价是多少 就输入系统 股价到了就买入 没有就在等 买了过后就放着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不卖 就好像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只是低价买入一支股票 特斯拉 然后整体的投资回酬 有一个46% 然后今年只是在3月股市大跌的时候 买入大概5-7支的股票 今天买入了就没有再卖过了 也就是这样的持有 也是有一个30多%的回酬 我的投资组合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买入什么 什么时候买入 用多少钱买入 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 我的策略就是 不要天天去盯着股市看 是用低过价值的价钱去买入资产 然后长期持有 这样就好了 买入好公司 公司赚钱我就赚钱 就这样的简单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手上的手套股什么时候要卖 老实说这个手套股 我是有点失而复得 因祸得福的感觉 所以我想说再等一等 我想透过这次来观察市场 练习一下我趋势投资的技巧 我其实是不清楚它会涨到什么时候 不过以我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市场还是很热 还不是卖的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等到路边的叔叔阿姨 你看到那些平时不买股票的人 也开始买股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会出场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下 这个情形什么时候发生 那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是那种问 Top Glove目标价110 可以买进吗 的人的话 你千万不要去玩股票 因为你根本都不清楚 它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跌 这次如果真的给你赚到钱的话 又怎样 这样的投资方式迟早亏钱的 所以 不要去关注这只股票涨多少 你的朋友赚多少 而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我们自己 专注在让自己 成为一个更好的投资者 这样才是累积财富的关键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大家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请你按赞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 也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来帮到你身边的人 那如果你不想盯着股市看 又想透过股票来赚钱 想要学习价值投资的话 欢迎你参与我们价值投资入门班 如果你想要关注我的私生活的话 就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啰 我们下个影片